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到你的手好吗 挺好的呀 不能自己盛饭呀 能 非得摔花盆啊 这手不挺好的吗 干活的手 劳动人民的手 为什么摆出一副大爷的样子 你看你今天在我们面前这状态 又谦虚又谨慎的 回家就跟媳妇使劲 回家横去 还想她好好跟你回家过日子 她还得怎么好好过日子 自个儿辛辛苦苦在家带孩子 你上班最多一天十个小时吧 她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半夜起来不用喂奶啊 不用换尿不吃啊 不用给你做饭洗衣服脱地啊 她还得怎么好好跟你过日子 我今儿坐这儿 你不跟她走了今天 行不行 她跟你离行不行 你告诉告诉我 不行 不行 还是没人看 你看 就不给你看 你不说了吗 累死你 这是老公该跟媳妇说的话吗 人凭什么跟你在这儿受气受累的 你这不欺负人吗 全职妈妈就真的是非常辛苦和不容易 我建议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跳出来 你说的对 去找一份工作 我倒不建议你说 一定要现在就去自己做生意 其实可以先学习一些东西 找一份工作 先自立起来 这个老公 根本指望不上啊 这样 嗯 对不对 对 她要是不跟你离 你能改吗 能改 你回家能干什么 你说说看 回家帮她看看孩子 做做饭上去 要是有时间的话 给她盛饭吗 我给她 有时候给她盛饭 我抱着孩子 你再不给我盛饭可毁了 那我饭都给你做好 你干啥不给我盛啊 行 就定个规矩 如果今天她不走 你每顿饭都给她盛饭 行 行吗 行 我当然是祝福 所有的婚姻和爱情 尤其是还有一个 十个月的宝宝 所以相爱的时候 存一份感动 冷战的时候 多一些感恩 祝你们幸福 谢谢 我觉得是这样 这兄弟你想想 你有老婆 有孩子 是 日子其实挺好的 是吧 是 你不反省一下自己 你不怪自己 你骂老婆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在辞职之前 一个月挣多少钱 两千多块钱 如果卖得好 有替成吗 有 也能倒个三千左右 差不多 她是放弃了三千块钱的工作 回家来带孩子的 这个放弃叫机会成本 放弃的这个机会成本 就相当于是她挣的 现在对于全职妈妈 这个称呼 我觉得也很不好 全职妈妈 她叫职业主妇 是一种职业 职业主妇 对吧 她是有经济价值的 你请包姆是不是要花钱 你送到学校里面 哪怕上个早觉 是不是要花钱 让任何人照顾你这个孩子 是不是都要花钱 这个钱给你省下 这就产出了经济价值 所以她叫职业主妇 所以我还要回到最前面去 想想自己的责任 你是一个爸爸 你是一个老公 你要摆大爷的谱 可以 先扛起这个家来再说 听我来说那意思了吗 听我呢 要要尽自己在家庭里的义务和责任 来来来 其实我也气愤啊 但我听着听着多少 听出一些悲凉 我觉得这个男人身上 可气的成分固然多 还有一种麻木 这一定是一个非常自卑的 在外边没啥本事的男人 我倒觉得先生 其实你能够在家里 肆意妄为地跟他们生气 让老婆给你做饭洗袜子 这体现不了你的价值 你收获的只能是 这个女人越来越看不起你 看不上你 你想要真正的幸福 真正的家庭的温暖 就不仅仅在外面去好好打工 回家也好好做你的男人 不是要你第三下子的去 哄女人宠他们 平等的去爱 像你需要她爱你照顾你一样的 去照顾和爱她 你才可能拥有一个像样的生活 这是一个坎儿啊 孩子还小 也希望随着孩子的成长 哺乳期的结束 女士能有更多的选择 能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多的力量 财务上的情感上的 这个男人经过我们这次节目的录制 多少能有些反思 能够改改你的习气 好好做一个男人 希望你们能够共同度过这个难关